MELODY 早上有意思 你好 我是傑森 林真淺 早上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恩 又來到星期五的MELODY 一週All-in 今天討論的幾個課題 當中第一個包括有宜達余達 就被追稅罰款8300萬Ringgit的問題 我們先有請我們的時政專輪作者 孔維祥 律師 孔維祥 早安 你好 梁維祥 早安 所有聽眾 早生好 好 我們看看第一起新聞就有講到 關於管理拉曼大學的拉曼大學教育基金會 不久之前就被內陸稅收局追討稅款 加上最高的45%的罰款總額超過8300萬Ringgit 那講解一下拉曼大學教育基金會 與拉曼大學優大的關係 是一直以來都享有免稅地位的嗎 因為這件事情現在是羅生門 每一個包括政府首相 財政部 馬華 還有大學的機構的說法 其實都是有一點出路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是 優大的基金會一直以來都處於一個免稅的情況 因為它是在私立大專教育法令之下 所成立的一個非盈利 而且是以教育慈善為目的的一個機構 所以它一直都享有免稅的地位 那為什麼在今年中的時候 其實今年中財政部就已經向優大來追稅了 只是最近才被公開出來 然後首相才介入 那為什麼年中會突然出現問題呢 原來根據馬華所出示的信函 財政部是說優大基金會跟優大大學本身 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那你優大基金會是免稅的 這點毋庸置疑 但是大學本身並沒有享有免稅的資格 所以大學的收入你必須要繳稅 所以我開出了一個賬單8300萬 這8300萬不只是稅款 稅款其實是5000多萬而已 剩餘的3000萬其實是罰款 所以這個是財政部跟稅收局的立場 但是優大的立場是優大本身 根本不是一個獨立個體 在私立大專法令之下 其實是產民每一所私立大專 你都要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 來負責它的營運 所以它的盈虧都由基金會來負責 所以雖然大學本身要跟高教部來註冊 但它並非一個獨立個體 幾十年來都相安如是 為什麼你現在要突然來征稅 而且優大本身的盈利或者是虧損 它都會回流到基金會那邊 那你現在還要對大學繳稅 很明顯就是出現双重繳稅的情況 所以這是整個事情雙方的說法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有很多說法上面的一些出入 所以大家可能繼續有一些很混淆的一些情況 那其實要獲取或者是申請到所謂的這個免稅的地位的話 其實是有沒有要 fulfill 哪一些條件的呢 當然有啦 詳細的你就要去找相關的稅收費啦 但是大體上就是你只要是非盈利性質的組織 然後你所有的盈利並非是為了讓自己來獲取利益 而是為了公益 比如為了教育或者是醫院 有些慈善醫院也是可以獲得免稅資格的 你就可以向我們的稅收局提成申請 那稅收局在審核了你的這些資格 看你符不符合之後就會搬於給你這一個免稅的地位 那麼回到優大的課題 其實這個課題在我看來很明顯稅收局是說不過去的 它是完全沒有理據的情況 為什麼我這樣子說 因為只要你有理解私利大專法令 我剛才提到的所有的私利大專都要根據這一個法令之下去註冊 那它裡面都提到你註冊的前提是你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而這一個基金會是負責管理和營運大學 所以兩者是一體的 既然是一體的 那你說我免稅只免稅你的基金會就是負責營運的機構 那大學主體它本身沒有免稅 那不是荒天下之大謬的事情嗎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幾十年來都是不需要繳稅 不管是大學還是基金會 那為什麼在今年就突然出現這麼多問題 這是大家所要思考的 包括華教一眼禁酒課題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執政的政府絕對難辞其咎 那現在我們依然看到內陸稅收局 會突然間追討這個稅款 安華也出來就拍板了 當下財政部的這個追稅的課題 可是這個事件帶來什麼影響 或者是一個提醒給我們民眾呢 稍後來繼續請教洪律師 守著Melody 早上你好 我是Livian 蚊惠恩 早上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晴 繼續Melody 一週All-In 我們現在應有時間轉達作者 洪偉祥律師 洪律師 你好 兩位DJ 你好 所有聽眾早安 我們繼續來關注一下這個優他還有他的基金會呢 被追討稅款的這個事件上面 那我們的首相兼財長安華呢 已經指示財政部呢 去豁免這一個追稅的情況 那可是呢 我們財政部呢 也發函給這個優他 然後說 OK 雖然豁免了 可是接下來在明年呢 這個大學還有的基金會呢 就必須要分家 就變成是要個別有這個獨立的這個帳目的 那上一段我們就了解過了 就是部分的運作嘛 但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要求合理嗎 剛才有分析到 在我看來完全是不合理的 過去幾十年都相安如是的事情 優大並非是現在才成立 然後現在你跟我說基金會是個體 大學是個體 他幾十年來都這樣子去運行 而且優大確實是一個學費低廉的 非盈利性質的教育機構 優大他作為一個政黨 或者是民辦的非盈利大學 他所有盈利都會留在大學裡面 交由大學來自己分配 你要做研究要發展 或者是要成立醫學院等等 都用裡面的錢 所以一向來都沒有問題的事情 那為什麼現在會出現問題 所以政府本身的情況是難吃其就 而且在法令上而言 你是沒有道理去雙重征稅的 就像我成立我自己的公司 我的盈利我已經交給老闆 然後在交給老闆之前 公司已經跟你報稅了 那根據我們的所得稅法令 你這樣子是不需要再繳繳稅款的 即便這個錢是從公司拿出來 進到你director或者是股東的手上 作為分紅 但是只要你在公司已經繳繳稅額 那這個錢即便進入你的口袋 你還不用再額外繳稅 那突然稅收局跟你說 公司雖然幫你把收入繳了稅 但是你個人拿到這筆錢 你還是要繳多一個稅 這很明顯是不合邏輯 也說不過去的事情啦 我給你破免掉你不需要去做這一個處罰 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半天掉 犹如在優大的頭上悬著一把利刃 這一把利刃不知道幾時會掉下來 然後再繼續商及非盈利的大學 其實如果稅收局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就是你們兩個是獨立的個體 那就相當於是把拉曼大學的 免稅地位給拿走了 因為基金會本身其實它的收入是非常的少 它主要的收入都是來自於大學的營運 所以這個是大家所要警戒的 別忘了拉曼大學是因為我國教育體系 存有非常明顯的固打字 導致飛幕社群很難進入國立大學 而推出的折衷方案 以民辦私利 然後又有政府資助的方式 讓廣大的飛幕群體可以獲得深造的機會 那你現在做出這種 把原本給予的免稅地位給撤除 很明顯 這是一個大大的倒退 也是侵犯本來就已經在不公平制度下 遭受損害的這些大學生的利益 所以大家必須要緊追這個課題 不能就這樣子讓他們混過去 可是如果之前已經獲取了這個免稅地位 可以說現在拿走就拿走的嗎 當然可以 這些完全就是稅收局的權利 稅收局其實是在法令之下擁有非常大的權利 而且他說你欠稅 你雖然可以上法庭挑戰他的欠稅的結論 但是你在上法庭挑戰的這一個期間 你必須把你的欠稅給補足 不然內陸稅收局還是可以對付你的 但是問題是權利不應該亂用 要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稅收局 或者是政府本身在濫用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稅收局說我的算法沒有錯 你們是兩個個體 內閣卻做出了豁免的決定 那是不是任何處罰的情況 只要內閣認為不處罰 那他就不是處罰 所以這一點是大家所要深思 內閣本身並不能作為最終的審判者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這個執法機構 來界定清楚到底這一個行為是對還是錯 不能交由政府 這一點就會形成獨裁的政府 所以政府在這一方面也不應該有濫權的懸疑 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跟有關當局的闪事 去解釋清楚相關的法律 好的我們真的是希望這一方面混淆的地方 就可以真的是讓大家更加的清楚 距離出來然後有一些不公的地方的話 去得到正視 稍微我們看看另外一個世界 就包括巫統之前在馬國大的普選 狂盛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就是這個 如果巫統梳理主席 以及這個巫卿團長等等呢 可能都會有一些比較偏激的言論 甚至要這個希盟呢 就是好好地向巫統盜竊 雖然說後來巫統的最高理事會 還有這個阿瑪薩克也出來滅火了 可是呢 還是會繼續他們的這個反向的一些行動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稍微來繼續看 守著Melody 早上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晴 早上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恩 繼續問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有市政專欄 早上亨偉祥律師 洪律師你好 兩位DJ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繼續來看一下以下的這則新聞呢 就說到巫統呢 狂勝了柔佛馬國大的這個 補選的兩天之後 柔佛的巫統熟理主席呢 就口氣非常大的說到 巫統呢已經重新崛起了 還要希盟好好的向巫統道歉 就觸發了這個團結政府 成員黨領袖之間的一個口水戰 那是隔了一個星期之後呢 巫統最高理事會和巫統的老大 阿瑪薩克已經是正宗地出來滅火 可是還是看到巫親團長呢 阿瑪馬依然在面子書發飆 去反向他 你怎麼看他的這個舉動呢 嗯 其實不只是阿瑪馬 包括Jaziland 柔佛巫親團長等等 其實都一直在劍指著 聯合政府其他的盟黨 那為什麼他們像 VV所說會這樣子囂張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子的指責 其實完全是符合邏輯的 我們看回馬格大普學的成績 烏統 他是柔佛州的 單獨執政黨 以國政的名義在單獨執政 而且是以三分之二多數一席優勢來執政 西蒙在那邊只有十來席 另外一個反對黨只有三席 大家不要忘記了 西蒙在柔佛州是反對黨 那在這一場補選 我們去出戰 你反對黨主動來幫我 然後我獲得大勝 而且我並不認可你的幫助 所以在巫統看來 我是靠我一己之力 或者是我馬華的盟友 讓我獲得這一個超級大勝 多數票從幾千票 翻了四倍 來到超過兩萬票 那我是獲得大家的支持 我之前包括阿克馬本身在 真主名位的課題之上 新增認證的課題之上 都是以同樣的態度去辱罵他的盟友 那這些事情是讓我得到選票 讓我獲得超級大勝的 那有什麼理由我在選後 要改選預測 要改變 所以當然我會繼續這條路下去 所以看到巫統的有些人士 就是完全不理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甚至說他們的老大 雖然滅火也好 他們也是繼續的 那可是阿瑪薩利 就是的確有發生了 你覺得這樣子一個滅火的舉動 對於團結政府 接下來後續的合作 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嗎 當然大家都看到 阿瑪薩利一直在做和事老 我們的副首相 因為其實巫統跟西蒙合作 最極力促成的人 就是阿瑪薩利 他之前在聯合政府成立的時候 是完全給國盟所拒絕的 國盟的總裁 當時李慕尤丁 也直接在發布會上直接說 我們誰都可以合作 除了阿瑪薩利而已 所以阿瑪薩利是在走投 無路之下去跟西蒙一起來合作 他當然希望這個合作 不要被毀壞吧 但是阿瑪薩利的和事老 其實做的並不透徹 他就只是講 他並沒有拿出實際的行為 去約束巫統的這些好戰分子 或者是挑釁分子 比如阿克馬 比如納加茲拉 其實在我看來 實際上更像是黑臉跟白臉的巴西 納加茲拉 阿克馬他們扮演的是黑臉角色 阿瑪薩利扮演的是白臉 黑臉在爭取權益 白臉在安撫西蒙 那最後吃虧的最終還是西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要迫使阿瑪薩利去採取行動 實際去約束和懲罰 這一些不恰當的行為 就像西蒙的領袖 像郭樹欣一直叫阿克馬來道歉 那阿克馬不道歉 你們後續採取的行動是什麼 也沒有 因為你們都只是空口說白話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巫統會越來越不尊重蒙黨的原因 因為你們助長 你們加劇了他的不尊重 這一點是現在最可笑的情況 那希望選民也可以看清這個局面 那到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最近在社交媒體也瘋傳 說到路邊攤的員工就被發現 利用溝取水來洗鍋的 這一件事情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那現在衛生部就說呢 要加強監督的這個職法 到回來繼續請教洪律師 守著Melody 早安 你好 我是Vivian 馬尾恩 早安 你好 我是Jazen 林 真情 跟著Melody一早All In 我們先上來引誘 史杰俊南早在洪偉祥律師 洪律師早安 兩位提前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那我相信呢 很多朋友都有關注到這些新聞 就包括呢 最近被爆出了有一些店啦 有些路邊攤啦等等呢 就可能在那個處理衛生方面呢 是非常的糟糕的 那其中包括呢 就是衛生部針對這個社交媒體 疯傳路邊攤的員工被發現 用這個勾取水來洗鍋的事情 發文告表示呢 將會透過這個食品安全 以及質量計畫 加強對餐飲店進行監督和執法 確保他們會遵守 不同的一些法令和條例啦 那當然在這方面 我們先來看看 用勾取水來洗鍋的 這一個路邊攤 或者是這個店家 其實設施的這個店家 因為這樣子的被爆料啊 被拍到啊等等 會面臨一個怎樣的對付呢 設施的店家在食品法令的 第十跟第十一條文之下 可以面對刑事責任 你可以面對罰款 坐牢不超過五年 或兩者監視 當然衛生局的官員 也可以針對這一個 食室這個出售食品的餐館 來發出閉門令 就是查封令 可以查封14天 要你整頓 你整頓完了之後 我們還會來檢查 如果你符合資格 那我們就可以給你繼續營業 不然我們會進一步 甚至吊燒你的執照 不讓你營業等等 也可以把它控上法庭 所以一般上 面對這樣子的情況 這種路邊洗 或者是用骯髒水來洗東西 來處理食物 也不是在馬來西亞 第一次發生的 大家上網搜一搜 時不時都會有 現在是人手一機的時代 所以隨時都可以揭發 這種弊端的行為 所以一般上 有關當局都是先發出一個通令 告訴你這樣子是錯的 然後給你一個罰款 先處罰你這一個錯誤 然後發給你一個查封令 查封你14天去整頓 之後就看你有沒有遵守 後續的這些衛生 還有這個查封令的整頓指令 如果你有做到 那就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沒有做到 就會把你負責人給控上法庭 可能會面對5年的监禁的刑罰 所以一般上 有關當局的處理方式就是如此 所以還是回到問題的本身 然後法律已經足夠了 那為什麼同樣的事情 會屡見不鮮的發生 其實就是缺乏執法 有關當局 不要只是依賴人們的揭發 人們的投訴 尤其是他們這些時事 都是要更新 這個衛生的執照的 你就要時不時去稽查 去突擊有關的時事 以確保他們 以符合衛生的標準來處理事物 那我們也繼續來深究一下 關於法律角度 來提醒食品類店家的這個責任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社交媒體看到 只是可能video在瘋傳 也沒有一些實際的一些投訴的渠道 去分享給我們消費者 可以直接向衛生部那邊投訴 但現在大家上網都可以直接進行投訴 所以關於這些食物整潔 或者是處理房子 或者是餐廳整潔的課題 都是向衛生部去投訴的 如果這些時事的食物定價太貴 或者是沒有進行標價 那就是個貿銷部去投訴 所以這一點公眾必須要明白 其實每一個DAERA 每一個縣署都會有本身的衛生區 而這些衛生區是負責去 像我剛才所說去突擊檢查 然後去看你有沒有符合 我們所給你執照的標準 來進行營業的 所以除了往上的方式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各自的縣署的 衛生局那邊來進行投訴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在Melody 一直all in 謝謝我們和尾翔律師的這個分享 還有分析 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謝謝你 謝謝